怎么全部都是来做图的 你们的良心呢 算了 试试看吧 哼 你能想到的我就想不到嘛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六月刚过去不久 相信许多Switch机友们 不是正在雪雾中刷刷刷 却是在感慨 马赵二大神们的创意关卡 沉浸在虐人与被虐之间无法自拔 我在六月一共入手了六款游戏 其中四个数字版 两个实体 正好昨天直播我们也针对了新的游戏 进行了分类推荐榜投票 结合大家的意见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 我的六月游戏总结 以及七月底下会入手哪些作品吧 首先就是结合了Ruglike元素的创意英游 《节奏地牢》 在此前制作团队因为想在DLC中加入赛尔达角色 而与老刃一拍即合 所诞称赛尔达奔迪《节奏海拉鲁》 这款游戏此前公布的预告 因为信息不多 我们一直认为是一款相对画面进化 在原有玩法上加入赛尔达角色和部分元素 当然还少不了系列经典曲目的联名作品 实际六月十三号游戏开售后 第一时间下载一上头才发现我们都被骗了 除了延续了节奏地牢的核心玩法 以及迷宫环节依旧有不少节奏地牢元素外 不但难度相对原作降低了不少 对新人会更加友好些 隔着拼接式大地图探索收集道具解谜机关 简直瞬间回到了三角力量的感觉 划分和原作进步巨大 与战斗结合的恰到好处音乐配合 更是让人一直抖腿一直爽 玩家投票本作位列A级 如果你对二迪划分的赛尔达友爱 或喜欢节奏类英游这部作品 强烈推荐尝试一下 随后一三期间惯例促销 很多朋友都没忍住诱惑 入手了被打到骨折的2K19 不过我是买了另外两款游戏 一个是主打多人聚会的 不对不对脑力课心 看似简单的玩法 实际要人老命的逻辑陷阱 本地多人玩时真的乐趣无穷 游戏全区中文支持最多四人 目前每局售价不到14块 实地6块钱 如果聚会较多且以轻度玩家为主 对复杂操作苦手的话 这款游戏特别适合使家一 这一款雪流2是复古二迪横板动作设计的作品 画面虽老但爽快感一流 尤其在满屏弹幕中上传下跳 看似难度不小 但本作续关机制时的类型苦手朋友 也能快速通关 如果觉得流程不长的话 雪流2还提供了各种模式 供大家尝试挑战 配合动不动就打折到24块不到的价格 没事翻出来杀个痛快放松一下心情 再合适不过了 本作在玩家投票分类推荐榜中位列BG 19号我的朋友佩德罗发售 这款游戏我在6月预告中就定义为大概率的惊喜黑马 结果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分骚动作 手弹和大厨们各有乐趣的游戏机制 花样摆出了流程设计 总结一句话就是满屏幕的暴力美学黑色幽谋 尤其流程后期获得各种武器操作也顺手了之后 在枪林弹雨中翩翩起舞 在慢动作里设个痛快香蕉军真的绝了 本作最大问题确实在于流程不算太长 其实对于大多数线性流程游戏来讲 这也是普遍现象 可以通过增加模式和多难度选择来提高耐玩性 而香蕉军无疑非常适合通关一遍后 用更熟练的伸手来挑战高难度以及挖掘更多的关卡玩法 本作在玩家投票分类推荐榜中同位列B级 绝无夜之一世 此前我已经在PS版上通关了一遍 对于Switch版的表现真的是横其不争 这绝对是一款非常适合Switch设计特性 但却被优化拖了后腿的潜力作品 老玩家们还有情怀加成 但新人朋友面对主机版相对较高的售价 Switch版到目前为止都还未解决一堆Bug问题 可就不会垂下流情了 一聊到雪屋Switch版就必定会两极分化 即使不考虑价格因素 由于现在还有强退这种严重影响游戏体验的Bug存在 我依旧是建议如果还在观望的朋友们 等游戏更新后再做打算 但在本作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目前投票结果绝对是被低估 雪屋是一款超出大家意料极大程度上 还原了月下戏恶魔城精华体验的作品 即使在新人角度其流畅的手感 探索与收集的游戏性机制 也依旧非常适合大家入坑 6月28号我个人认为了老任今年第一发核弹 能玩一辈子的马噪终于登场 这是一部非常微妙的作品 我在直播时评论为它是会产生 认为看到和实际玩到三种不同的感受 实际上马噪系列的设计理念十分简单 通过提供马里奥系列的相关元素 有玩家开动脑筋来设计关卡 以及借助挑战评论交互来获取各自的成就感 从而使马噪不但本身游戏性极高 其社交属性 尤其多人模式更是出乎意料的充满乐趣 不但老任对自家看家大作的各种细节是完全吃透 看似简单元素通过设计搭配评接 就能创造出妙趣无穷的关卡 而横板马里奥从诞生起就得以奥布天下的手感 也一并保留 这就造成了看别人玩和自己玩 绘数完全不同的独特体验 而发觉下一关惊喜 更是让喜爱这类型游戏的朋友 几乎获得了无穷耐玩性 不过虽然本作不出意料的提供了对新任玩家相当有好的机制和设计 但实际也要玩出乐趣 还是需要对平台跳脸操作有一定要求 手残朋友们切记盲目跟风 而玩惯了动作游戏和马里奥系列 谁爱挑战谁爱坑人的朋友 马噪二不容错过 7月去掉刚确认中文版秋季发射的符文工坊 以及临时改变主意取消大雄木藏物语 改定矿石阵后 目前我还预购了4款实体游戏 首先是10号发射《诗生者3》 特色与数字有的为数不低的受众 但最新做《诗生者3》对系列爱好者们来讲 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虽然画面提升 但系统、人物塑造、动作设计与手感上都改动了不少 口碑一直保贬不一 但对于系列接触不多或完全的新任玩家而言 本作变动影响不大 并且最关键的是相较于同类型的怪链 《诗生者3》在难度上有友好不少 尤其是和新任入坑 Switch版在动作游戏最关键的流畅度上 与PS4版几乎一致 或正式发射后根据大家实际反馈再做决定 接着是18号发射的漫威终极联盟3《黑暗教团》 好吧 这就是我个人觉得 七月最有可能成为月足惊喜的黑马游戏 由老任发行光荣托库膜旗下 Teams Ninja开发的本作 一经发布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围绕了游戏玩法、建模画质 甚至和SE刚公布不久的复联进行对比 其实按系列经验以及官方试玩 本作并不是许多朋友猜测无双类型 而是依旧采用了ARPG玩法 简单来讲这是一款以漫威英雄们作为卖点 主打多人合作的刷子游戏 尤其作为独占作品 为了保障在同品元素较多下的流畅度 本作在画面特效上确实一般 而且是漫画风格 初看预告的话 确实没有漫威大片那么震撼 虽然游戏的实际数字未知 但我个人还是十分期待 当然如果不是漫威名 以及对本系列不了解的朋友 可以等发售后 看下游戏体验与介绍再说 26号等了整整一年的火纹风花雪月正式发售 这次在阔别主机平台多年后 系列在经历的差点被砍3DS平台三座起起伏伏 终于以全新面貌登陆 作为一款类型受欢迎度 早已精飞吸笔的SRPG代表作品 在新玩家与轻度玩家为数不少的Switch平台上 本作究竟会做出哪些改变 我个人倒真的无比期待 首先本作沿用了普通与火纹经典的人被杀 就会死的两种模式设定并设有两极难度 游城上采用了前半段学院养成与后半段王国之争设计 新加入的带兵系统也是一大看点 不过即使在今年两场直面会预告 已经为玩家说明了本作不少设定之后 维大的剧情与人设上讨论热度依旧是有真无减 剧情中盘剧变究竟如何 公兵小哥会不会被牺牲 主角回溯时间能力 除了能在战场上悔及 在剧情中是否会起到关键作用 三人能否最终化解恩怨 而幕后黑手又究竟是谁 还有到底选什么阵营 同步发售德军总部新选卖 想入手本作是因为这次的德总不但Switch版预告中 特别标明了实际演示的画面效果出乎意料 而且还加入了双人合作模式 不过多平台玩家朋友还是要考虑一下 本作目前实体售价较高 还大概率采用了只有兑换码的方式 不过月底也几乎不愁没游戏完 到时看下情况再做决定也不迟 单出以上外 本月还有几款数字版游戏也在考虑之中 入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介绍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请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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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